欢迎收看华尔街大师 我是范英华 今天加全集数的表现呢 又是小迭了7点呢 收占了9478点 量的部分呢将近千亿 可是很可惜比昨天还要更少 但是呢在今天呢 最新的筹码面外资是买超了40亿 不过我们的自营商也是疯狂在卖潮 卖了32亿哦 在外资的期货净空单的部分 今天是维持在2900多口 好看起来呢算是比较中性偏空的 那么其他的个股的部分 我们怎么来掌握呢 昨天才说到了 亚光最近表现非常非常的强势 在今天来说的话 盘中又再度了创了新高 好接下来包括了亚光在内 其他个股怎么来进一步的分析 赶快邀请到的是华信投过的 曾分一时张大文 大文哥你好 亚光好我们全国亲爱的三立导致朋友 大家好 好大文哥 这个9500点今天看到了 一度站上 可是很可惜啦 还是有点压力 所以最后面回来了 小跌7点 在指数的部分 最近应该就是在这附近来震荡 但是个股的部分最近很精彩 对不对 在个股的部分我们怎么掌握 其实真的 这一个月大记的话 我7月初一上节目 我说这是我30年来 最高难度的操作的一个境界 是 我想当时大家听我这句话可能听不太懂 大家还记得我当时送给大家一句话 当时外资喊说台股上刊一万五 对不对 那我也跟大家讲 台湾今年整个金融的环境 基本面的结构 产业的结构也好 对不对 下半年iPhone6的推出 台湾都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基本面的架构来讲 这个7月份大家也知道 很简单 N1B开始回升 这个道理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年底不想输嘛 所以政治的环境 我说今年不是空头的结构 多头的结构我不反对 大家记得7月份外资上看一万五 我说一万五两万五我们都拍手欢迎 但是问题整个筹码结构 所以当时我说今年多头市场 我一点都不反对 但是我送给大家这句话 散户的悲哀散户的悲剧 多头市场你做多 你会套牢铲赔 温水煮青蛙 我想7月份讲这个话 不要说投资人了 连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说 张老师你讲这个话很矛盾 散户听得到你到底有啥啥 对不对 我们通常讲顺势操作 那多头市场就是要做多 做多还会套牢 还会铲赔 张大文你讲这个话很矛盾 其实真的 当时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投资人我心中在流血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散户要流血 所以当时9500多点 你可能外行人说 哎呀张老师啊 今天台股还在9500嘛 没跌啊 全部投资人 来来来来来 当时我跟大家报告 全力做多哑光 不要手软 当时从30块 一路一路一路坚定立场 待你做多 不论从30 32 35 甚至拉回3738 告诉你一切拉回 都是买点 那整个产业的结构 混合镜头的商机 高阶花束 会带动今年哑光 这个麻雀变凤凰 我一再地叮咛大家 首先 给我们所有的 三立投资朋友 拍拍手啊 对不对 恭喜 过年还没到 我先跟大家拜个年 恭喜 为什么 这一个多月来 所有听我们的话 不论从30 32 35 甚至拉回37 一路加码 一张都不准 哎 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47.3了 短短 两个月不到时间 涨幅已经高达快要六成哦 那我一再叮咛大家 50块会不会来 对不对 我之前是不是告诉大家 我说我们不要贪心嘛 初步的目标 大力光2000 我们2000去个零啊 是不是200 200我还不要再打对折 是不是100 100我还 对不对 100再打个对折 50 今天大家看看 差不到三块钱就要让你看到50了 那先首先 跟我们所有三里头的朋友 恭喜了 是不是很开心 这一个多月 你不管行情从9600 跌到9000 现在谈到9500 这一个月你认真听我们的节目 而且认真去照着执行 今天雅工 一个多月大涨六成 100万就是赚60万了 500万就是赚300万了 今年年底的大红包 我们三里财经台先送给大家 是不是要恭喜一下 不要说只会做多 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当时请你放空的建策 放空的自贯 当时在130多块 你去看看 今天建策自贯 还在90块左右 是不是 当时告诉你放空的五丰 全国投资朋友 这一个月 中错了70多块 今天五丰还在160 当时跟大家报告 太阳能族群 主力筹码翻空 全面要向下放空 基亚也是主力筹码翻空 原向主力筹码翻空 要向下操作 当时的太阳能 硕核就好了 800多块 今天呢 还在500多块 全国投资人 那当时的基亚更精彩了 7月份400多块 我们公开呼吁 整个空头的结构 主力筹码出货 今天多少 130 全国投资人 这不是开玩笑事 一张基亚 你就差了30多万了 三张就快一百万了 昨天有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地宝邦 基亚 7月份 出光光 对 到货到光 全中央民国 你看了这么多节目 甚至7月份 我们当时看到很多股市节目 很可爱 也很可悲 也很可怜 还说自己什么 是生计王子 现在呢 所有买生计股的 家里生计都出问题了 都出问题了 我教你有一条路 可以到海边去捞鱼 学学我们一个朋友 捞鱼嘛 还可以拿来卖点钱 你生计都出问题了 所以7月份 重压太阳能 重压生计股 重压原相 重压建策的 重挫四成 重挫五成 但7月份 你听我们的话 重压哑光 到今天大涨了快六成 所有认真看我们 三立财经节目的 都有福气 张大文就是这样 有一就一 说一 有二就说二 我不会跟你掩埋任何事情 我不会跟你报喜不报忧 该空的就是空 你看到今天原相还在70块 今天建策还在90多块 张大文叫你空的股票 到现在还躺在地上 基亚又怎样 四百多块告诉你空头结构 今天还在130 那很开心 我们的哑光很快 是不是啊 这个五字头 已经插临门一角了 哑光要如何超出 跟紧我们的脚步 好不好 跟紧我们脚步 恭喜大家了 那短短一个多月 不仅今天再创三年的新高 短短一个多月大涨六成 那再来筹码的结构 对不对 会造成骨架的 这个主力筹码供需的变化 会造成骨架的多空循环 那当然筹码结构分为八个阶段 进货洗盘 发动拉高 出货破线沙多补空 这个筹码变化十分重要 好好想一想 全中央民国 谁在七月份告诉你 大盘主力筹码翻空啊 这一空下去 记得吧 我们从七月份 九五九三 告诉你向下放空 为什么 主力筹码翻空 套牢一点五兆 空下来 告诉你反弹九千五 一切反弹还是空 因为套牢筹码 无法化解 只有向下破底 结果呢 从九千六百点附近 九千五 甚至九千三 一路带你空空空空 恭喜大家 到了八月八号复兴节 刚好将近六百点 送给大家 当作复兴节最大礼物 那八月八号 大家记得 当年台子期还破九千 我们跟大家报告 破九千这个地方 主力筹码 开始翻多 加上整个年底 政治的环境 加上整个金融的结构 加上政府货币的政策 这个我们都提前给你报告 加上外资的动作 我们说这个地方 开始会向上回升 尤其到这个地方 还特别给你叮咛 整个结构改变 行情不仅会涨 而且会突破 上档的套牢卖羊 一路从九千 九零二零 九千一 九一四五 九二一零 但你一路做多 全都在这边 今天又让你看到了九千五了 这一空下来将近六百点 这一翻多将近又快五百点 这两个月 你只要认真看我们三立的节目 这一千多点的行情 就是张大文送给大家最大的礼物 好 接下来很重要 所以我们节目中每一句话 你只要听尽任何一句话 你都是 都有赚大钱的机会 当时这里九千六百点 附近叫你空下来不就六百点 翻多到今天不就快五百点 好 注意听喔 今天行情 接下来 今天来到九千五 七零高座 这是个什么位置 前坡套牢1.5兆的地方 怎样 又来了 这叫丑媳妇 终究要见公婆的 好不好 那多空现在要摊牌了 那所以今天为什么 刚才易华也讲得很清楚 自营商今天干什么 卖超 在烙袍 对不对 他在烙袍 所以今天我们盘中 已经建议我们 投资朋友 很多股票 逢高开始要做一些 调节解码的动作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又来到套牢筹码的结构 所以短线上这个地方 这叫什么 高处不升寒 上党已经面临套牢卖压 空军 这个大敌在前 所以当下 多方不宜 应攻 要自取 怎么自取呢 短线上 大家知道 涨了将近快五百点了 那下党 比较强劲的支撑 大概在这个区域 大概就在九千 两百五十到九千三 这个地方 所以换句话讲 整个大盘结构 上党九千五 面临前波 一点五兆的套牢卖压 所以当现阶段 多方不宜 应攻 所以今天 在指数的操作方面 大家可以看看 我把我对全国投资朋友的 一通操作指令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都没见过这种操作的手法 今天一早 我们九点四十多 发给全国投资朋友 台子 我们九二一零 最后加码了波段单 今天趁大涨到九千五百点附近 反手怎么样 短空 锁单套地操作 什么叫锁单套地操作 很多人可能 很多人做指数 把它当西巴拉 只知道赌大赌小 只知道做多做空 那是不正确的动作 这不是赌大小 金融操作 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这个譬如arbitrage 如何的 无风险的套利 就是一个动作 譬如这一波 我们从九千多点 一路做多 到最后九二一零 最后的加码单 到今天九千五 你告诉我 是不是涨了快三百点 这时候涨了三百点 要怎么处理 你说多单叫你慢吗 整个多头结构 还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听清楚 我跟你讲过 空头已经化解了 大盘这一根藏红 已经化解了空头的疑虑 只是现在多方 需要修正 那拉回修正 回撤支撑不破之后 我们相信九月份 将会有更大的行情 甚至突破前高 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再跟大家 台股今天多头结构 是没有改变 只是你股票不要买错 你买到太阳能 你买到生计股 你买到建策 短时间都翻不了身 对不对 这很重要 那行情我们讲过 今天我们建议 我们投资朋友 九千二到今天九千五 是不是赚了已经三百点了 一口就六万了 但是接下来明天 马上要周末了 国际市场会有什么变化 美股近日已经大涨很多了 他会不会有修正 当然短线会有修正 那台股波段涨得快五百点 正常的修正三分之一 也有将近一百五十点的修正 那你做指数的话 我们做大台子九千二的多单 今天来到九千五附近 今天台子最高九千五 你可以利用小台子 一口的大台 等于是底小四口的小台 你可以利用小台锁单去放空 九千二多单 大台子在手上 去空小台子九千五 这中间是不是三百点的获利 牢牢的锁住 不管下个礼拜是崩盘 还是下礼拜大涨 这三百点在结算前 都稳稳的锁在你的口袋 而且这是无风险的套利 这是一种很高度专业的操作 所以做指数 不是每天在那边堵大堵小 到一个地方 要稍微懂得套利操作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建议 你一口大台对四口小台 这个叫做完全的套利 你可以对三口或者两口小台 这叫开放式的套利 所以原则上趋势看多没有改变 短线因为会有修正的疑虑 那这一次下来只是修正 不像我在七月份跟大家讲 那一次下来叫做破底 所以这次下来 先跟大家讲没有破底的疑虑 这里九千两百多点 强劲的支撑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短线上九千五到九千二九千三 将近有两百多点振幅 所以短线上如何利用避险 这是很高难度的一个专业操作 如何把这三百点的获利把它锁在口袋 不要让它跑掉 对不对 不要让主熟的鸭子飞掉 这是我们在操作上 有时候要用不同的策略 所以我们操作指数 大家要搞清楚 不是每天 很多人为什么操作奇货 请家荡产 因为你只知道赌大赌小 一赌错了请家荡产 所以指数操作 有时候要用不同的套力操作 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跟大家 短时间跟大家报告 买股票 如何创造倍数的获利 就像人要成功 一定要怎么样 你说陈水扁 今天能够当总统 提早个二三十年 蒋介石在的时候 你还当总统 第一个就被枪毙掉了 对不对 所以人要成功 天时地利人和 股价要大涨 除了基本面主流产业的商机 最重要的筹码面的结构 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股价要创造倍数的获利 这不是纯粹的炒作 这要有背后产业的趋势 所以我们在九十九年 送给全国投资朋友可乘 当时是金属机壳的 整个爆发 金属机壳 所以股价从七十多 标到两百七 大涨四倍 那去年 副顶 掌握到电动车的一个商机 股价从十一标到三十多 大涨三倍 所以今年 我们认为台股里面 最具有倍数 这种波段获利的 要有大产业的结构 首选的就是光学镜头 那光学镜头里面 又有高阶的混合式镜头 就是哑光 所以我们今年 哑光从三十 一路带你做多 那你认为哑光会涨到哪 当时我带大家操作可乘 大涨四倍 附顶涨三倍 诶 穷豆子人 你认为哑光 今年整个光学镜头 对不对 我们都给你看了 连欧巴马 连英国首相 两个人都风靡在 整个光学自拍的这样一个商机 带动整个光学镜头商机 那现在甚至行动专制 装置还搭配六个镜头 这都是一个爆发的商机 好吧 那我想我们待会回来 再跟大家报告一些 更精彩的 这个有标股的这种机会 好 现在实际已经快要进入九月份了 下半年整体的操作到底要怎么来掌握先机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顾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 诚信 负责 支付专线 022392 3988 园区里最美丽的房子 大园卫衣 六米全挑空大气客厅 星河建筑 3850728 在寻找完美底装吗 新一代滴滴双打造你的完美底装 我的水能秘密 美机之至 珍惜所有的鼓励 给全球好空气 大惊空调Global No.1 日本一集帮大气 全日防护美白滴滴双 打造你的完美底装 美机之至官网 限时三天正货免费索取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尾肠不好老得早 若原定Wakamoto 助消化去胀气解便秘 33种营养素元气足 肠胃好营养高人不老 若原定Wakamoto 让每一面墙活起来 今夜有期绝对出色 上班好累 哪有活力跟孩子玩 想要活力吃人生啊 就吃正观庄高丽参吧 高丽参料理天天煮不容易啊 啊哈 正观庄活生二十八滴 轻松让你天天有活力 每一天活力天 正观庄活生二十八滴 中秋节送礼正观庄 全省优惠实施中 阳光海南度假天堂 享受灰干的快感 宠爱自己的极致饗宴 等您亲身来体验 海南旅游首选雄狮 欢迎来到华尔街大师 我们刚刚说到了 除了这个亚光之外 其他还有好多档的个股 在下半年都是蠢蠢欲动 现在股价呢 即将要来发动 到底是哪一些概念的个股呢 戴文哥 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 那我现在大家 因为时间的紧迫 我们好东西真的很多 跟大家分享 大家要认真听 好 股价会创造倍数的获利 我讲过来 要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主流产业 产业的趋势 主流商机 地利人和就是主力的筹码 对不对 大股东也要买 加上未来产业有爆发商机 那股价不飙到天才怪 当年的可乘 大涨四倍就是这样来的 那今年的雅光会涨多少 大家拭目以待 好不好 那雅光一再跟大家报 今年风自拍 光学镜头 六个镜头 甚至两千一百万画素 我都已经跟大家 详细的解释过 将来两千百万画素 在混合式镜头 雅光将是怎么样 这个独占权 将是 那到时候 对不对 就要看雅光的表现了 那从三十块赶快买 那七月二十一号 持股一定要提升到五成 机会来了 你一定要懂得重压大买 涨到四十五 我说短线涨了五成 逢高调节 拉回二分之一买点 再做加码 当天八月十八号 打到三七点四 对吧 二分之一 刚好三七点五 拉回赶快最后 最后加码买点 好不好 八月十八当天 跌破三十八块 把握再度加码 那第二天 好心有好报 对不对 你看他前天 产跌买完 第二天送你涨停 二十六号 再送你大涨 再特别叮咛你 股价很快要突破前高了 说话财 刚讲完第二天 四六点一五 马上就创新高了 今天毫不客气的 再持续的创三年的新高 恭喜大家 短短 这个两个月不到 大涨六成 恭喜大家发财 看到大家赚大钱 我很开心 好不好 那当然这点很抱歉 很多三里头都会打来说 张老师啊 我以为什么事呢 那个哑光要不要卖啊 好可怜啊 买基亚套牢也很痛苦 买跟我买哑光 大涨 像昨天掌铃锁子 很多投资都吓坏了 要不要卖 不要紧张 我讲过大产业大商机 好不好 哑光要做到哪 仔细的看我们的节目 好不好 那再来对不对 五年来转亏为盈 那再来这个 Tesla Motor的一个商机 我们在前两个礼拜送给大家的 带动帽连 他是Tesla独家的 这个核心限速的供应商 帽连当时一百一十五块 告诉你主力筹码 开始翻多了 讲完不到几天 强攻掌停 今天高点一四三 相当的可爱 好不好 帽连会长到哪 那要跟紧我们一起来操作 不要自己满干 好不好 不行的嘞 再来宏达店 记得吧 前几天告诉你 双八 发威了 是不是 宏达店一百一十八 这里我特别顶你 反弹哦 听清楚哦 这只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好吧 那到底会谈到哪 二十五号 哦 当天果然强涨 今天一三八了 那 有宏达店 我知道 台湾这几年 宏达店 造成很多投资人的痛 那这次反弹上来 还是要注意哦 反弹到了一个 哦 这个反弹满足点 还是要懂得 赶快要落跑 好不好 宏达店 整个产业结构 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啊 好 再来iPhone6会引爆商机 记得吧 送给大家的不论功率放大器的文帽 以及金属机壳 全国投资人你看可爱不可爱 文帽这一个月来 从二十七块送给我们三历投资朋友 今天全国投资人三十一啦 对不对 短短这半个月 大涨了多少 十五个percent 等于是银行十五年的定存 哦 而且股价再创新高 好吧 那很开心 文帽到底会涨到哪里 好吧 那金属机壳也是送给大家 iPhone6的成长之下 甚至这个Sansung的S6 也外传要用金属机壳 今天果然开始怎么样 开始大涨 好吧 开始大涨 好特别注意4G物联网 两兆美元的商机了 那4G物联网里面呢 单位分为感知层 网路层以及应用层了 那最重要的4G物联网 它强调万物都可以连哦 冰箱啦 电器啦 是行动装置啦 汽车啦 所有东西都可以连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无线传输的技术 是它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无线传输 在物联网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家公司 它就是无线传输IC 步步高升 股价今年啊 这两个月啊 从一百多块 重挫三成 那近期大跌到七十多块 开始主力筹码翻多 好吧 特别注意昨天 强攻涨停 今天股价已经让你看到的 九字头了哈 那物联网啊 会涨到哪里 好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材 要跟大家报告 也是4G物联网 那4G物联网 当然将来所谓的穿戴式的行动装置 会爆发 那穿戴式行动装置 它就发生一个问题 它的面板 你看看手表也好 譬如手环也好 它的面板就是所谓的 我们翻译叫做可劳式 就是flexible的触控面板 然后它不是所谓的平面的 那既然是可劳式的触控面板 那可劳式的触控IC 它最需要是所谓的 金属网格的技术 那这家公司 好好地特别注意一下 它从三百多块 今年也是重挫了一百多块 近期打到两百块附近 它就是国内flexible 独家获得国际认证 触控IC的大厂 那它的金属网格的技术专利 那加上它上半年的EPS高达十块 全年EPS可以讲高达二十块 那现在本一笔居然才十倍 更重要的今年 在行动装置的需求之下 出货会大增五成 像这样的格局 这档股票可以讲 从基本面来讲 可以说是被错杀的一档股票 那没有错 股价不被错杀 我们三立投资朋友 哪有发财的机会呢 所以错杀 我们也很开心啊 对不对 我们才有两百块可以减啊 所以这档股票 在flexible可饶事 触控面板带动之下 那触控IC 也已经获得各国际大厂的订单了 下半年还要持续的大量的出货 在行动装置 所以这档股票 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珍惜 那如何掌握主力筹码 跟着我们一起来创造双赢 那今天我们五告厉害 怎么样掌握到九月的大行情 同志朋友 我们一起来倒数两天 把握跟着我们掌握 先布局掌握九月的大行情 所以刚刚看到的4G物联网相关的各国 出现了两档新的标的了 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各国呢 持续锁定我们华尔街大学的节目间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